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日的天氣報告 我是陳維俊 本來今日的天氣 都是以陽光和酷熱為主 提醒大家 酷熱天氣警告是現證生效 高溫天氣持續 大家記得做好防暑的措施 多補充水分 去到日出的時間 在維港望翠 看到天上的雲塵都不算很厚 看到不錯的陽光 去到6時的時間 各區的氣溫就介乎27至29度左右 從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我們可以看到 在南海北部和華南地區一帶 雲雲都相當稀少 我們預計今天陽光都會不錯 看遠一點 在日本以南的海域 有一個螺旋形的雲帶 它就是颱風山山 我們預計山山會在未來一兩天 是移向日本的西部地區一帶 計劃要去那裏旅遊的朋友 就要留意天氣的變化 回到本港地區 今日的天氣預測 會是大致天晴 日間酷熱 各部地區會有趙雨 市區的最高氣溫會上升至34度左右 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風方面會吹輕微至和緩的西至西南風 提醒大家 我們預測紫外線指數最高會達到11 強度屬於極高的水平 各位要戶外工作的人士 記得做好防曬的措施 之後的天氣 我們一起看看電腦的預測圖 我們預計未來一天 華南沿岸一帶 天氣都會持續地酷熱 而高溫亦會觸發一些趙雨 所以在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明天仍然酷熱 明天日間之後的時間 到星期四 會有幾陣趙雨和雷暴 到之後的一兩天 短暫時間有陽光 亦會有幾陣趙雨 今天天氣就和大家看到這裏 祝各位有愉快的一天 再見